Kapla 專輯少量破紀錄 瓦達達舞蹈 招皮太像拜年 半K不吃話不能不說 小編話很多 忙中來插播 由韓國 Mnet 選秀節目誕生的 九人限定女團 Kpla 終於在近日推出首張專輯 First Impact 正式出道 專輯銷售成績超級亮眼 首日就突破出萬張創女團新紀錄 在還會出道前就倍受關注討論 今天小編就帶大家認識這九位成員的獨特魅力 南韓大型選秀節目Growse Panic 999 歷經三輪淘汰賽最終選出九位選手 組成縣定女團 Kpla 原本預定在12月就出道 並受邀出演媽媽2021 但因工作人員受到確診通報 隨後又傳來成員沈曉婷版本500染疫 粉絲一度擔憂出道日期恐將繼續延期 所幸在近日終於發行首張迷你專輯 雖然節目結束後他們照外界一片的不看好 但直接靠著超強銷量打臉衰迷們 可能對韓國網友來說他們屬於海外團 這音樂成績並未與專輯銷量成正比 但別人已經覺得他們表現很亮眼了 首先先介紹出道排名第一的精彩炫 過去曾在SN娛樂擔任練習生長達4年 還曾被稱Spart的失蹤成員 以出眾的主唱實力被譽為音色精靈 亮麗外形外界形容是融合了SN的四大美女 人氣第一也是C位擔當 出道沒幾天更接下音樂節目的主持人 排名第二的成員為《修寧八一夜》 是名喊美混血兒 哥哥更是人氣男團案《Tomorrow by Together》成員《修寧凱》 在比賽初期票數從未進過的出道位 卻在最後一集以黑馬茲茲暴衝到第二名出道 贏不少爭議 不少網友直呼靠哥哥才得以出道 但他靠超強的直拍數據打臉酸民 高人氣絕對是獲真價實的 還與哥哥修寧凱合體舞蹈挑戰 這對高顏值兄妹答案超級賞心悅目的 第三名的崔友貞早在幾年前 就以女團CLC出道 坦言會在節目中角逐出道位 是因為公司不再讓CLC進行團體活動 他看著出道一人的水準 也拿下第三名的好成績 在K-pop擔任隊長的角色 勇敢追夢的他超級勵志的 第四名為舞蹈實力堅強的金多娟 身為憨國主西位的他 多次展現超強的編舞實力 帶領S-Queen小組表現超級亮眼 老實都忍不住故障喊 有出道團的實力了 OK 還好這樣喔 第五名徐永恩在節目初期 帥跳英雄讓人印象深刻 強而有力的舞蹈 也讓每一次的排名都節節上升 也讓人期待他的表現 六名將瑞旭在K-pop擔任可愛芒內角色 同心出身的他還演過七號房等禮物等作品 當時因為撞臉天團BTS的主唱救國 節目播出後也引起不少關注討論 第七名將起光在主題取選吧 就是日本組的C位 台上展現霸氣的Rap實力 下了台卻超軟萌的反差魅力 也是超級圈粉的 第八名版本舞白也是日級成員 日暴與一級成員練習的很長一段時間 卻苦無出道機會 同為GYP藝人的導師宣美 還曾軟心鼓勵別輕易放棄 恭喜我們舞白最終順利出道啦 第九名為中國級成員 沈小婷 節目播出以來就憑著高人氣高顏值 獲得觀眾滿滿關注 始終會調出前三名外的名次 最後卡位在第九 先些無法出道 這兩年結果一度登上關鍵字勒松 甚至不說那段超讓人驚豔的蛇舞 別超級喜歡啊 GYP推出出道曲瓦達達時 舞蹈成招外界批評很有記憶點 特別是副歌當中拇指打轉的手勢 都讓不少網友喊無法理解啊 然而先前在未出道時 還有粉絲分化和只支持八人組合 連靠著修寧八一夜的努力 直接證明自己的實力 打臉那些不看好的聲音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盤點 歡迎留言告訴小編 禮評中的Pick是哪位成員 小編話很多 下次見囉